您好 先生 这是您的检测报告 您可以看一下 通过报告可以看出来 其实您爱车内部性能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怎么会没问题呢 我那些感应雨刷都用不了啊 是这样 您的这个前缝挡玻璃更换过 而且不是在我们四海店 更换的原厂的 所以导致它的雨量感应器 很多功能都不灵了 那问题 等等 不是原厂的 我 我的玻璃是换过 而且就是你们四海店 给我换的 是这样的 先生 如果您在四海店里 有任何的保养和维修记录 电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 确实不是四海店更换的 不过不要紧 您现在只要换回原厂的 这些功能就全部都可以恢复 当然这个费用需要您自己承担 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 您看这样可以吗 你现在来趟四海市店 马上 我说你到哪儿了 我都到林肯这儿了 你这人能不能靠乎点啊 每次都让我等你 行 你快点啊 把那些保险的那些资料 拿过来 我要看看 学习一下啊 好 你好 女士 请问您贵姓 我姓陈 里边请 有位叫陈女士先进来 你好 陈女士 欢迎光临请到我附近林肯中心 请问您是第一次来 我们边看车吗 第一次来 里面请陈女士 这边 这边是我们林肯的一个百年历史 请问需要了解一下吗 先不需要了吧 这边请 那请我们的专业的首席顾问师 给您介绍一下车 您看如何 是不是 您好 来 这边请 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全新的林肯MKZ 它呢除了采用了原来的一体式的全景圈窗设计呢 还保留了我们的这个密码锁开启功能之外呢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林肯MKZ的新灰式的近期格栅设计 这样的近期格栅设计呢 会显得这个车更大气 更显示出了纯净豪华轿车的一个品质 那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中型豪华SUV 林肯MKZ 这款呢有个功能是特别适合女性 如果在商场您购物的时候 双手拿满东西的时候 您用脚轻轻一踢 这后备箱会自动开启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编 接着编 你 你看我像一个傻瓜吗 陆总 您别生气 我是做错了一些什么吗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问你 我那个车前你是在哪家破保险公司上的 花了那么多钱 连换块玻璃还不在理费范围之内 现在什么时代啊 互联网时代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案的 我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吗 就你平时做的那些小动作 无伤大雅的 我就睁眼闭眼 可你现在搞鬼搞到我头上来了 当着我的面你敢正眼说瞎话 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那你是不是以为老板摊子大了 就什么都不明白了 你用你的脚丫子好好想想 我陆明也是白手起家 一路走到今天的 就你那些弯弯绕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懒得跟你计较 陆总您已经被生气 我也是被人蒙了 我也是被那个换玻璃的地方忽悠了 要不您看这样行吗 我自己掏钱把您的玻璃换成原装进口的 你看着吧 稍等 你们刚才聊的我都听见了 多大点事 至于动这么大干活吗 你是谁啊 我姓陈 刚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的 正好我约了一个做保险的朋友 在这儿见面 他做的是国外的保险 扶盖面比较广 佩服率也比较高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你啊 我没兴趣 三级扶益可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方便的话我们就留个微信 一会儿他来了 我让他联系你啊 好啊 好了 我叫陈晓菱啊 一会儿让他联系你 好 不用生气 对啊 陆总 这是需不需要我 你脑子真的是被门挤了 这样的货色我能看得上吗 你赶快把玻璃的事情处理好 我等会儿 我给你小子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你去给我查查他的体系 好 这就继续办 好 这就继续办 好 这就继续办 算你小子有良心 欠我的房租我都收住了 哎呀 不过你这间房子呀 你就别惦记了 我已经租给别人了 不是啊 我不是要租之前那个 我是记得你好像还有一处别的什么房子 是吧 我想租个便宜点 哎 来 想法 看见没有 就是这么个条件 哎 李哥来了 就知道玩儿 也不上班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租房子的也越来越多 这房子只要空下来 马上就有人租 闲就行 正好这间小屋现在空着呢 你看看 如果要是行啊 你先凑合来 我有能去这地儿就行了 我看眼睛啊 你看看 哥 今儿谢谢你了 你也甭谢我 你呀 就踏实实在这儿住着 不过咱们把话说好了 你别跟上回一样 让我追着你屁股要填 哎 哥 这么大房子 你买下来得花多少钱啊 哎 我哪有钱买这么大房子啊 二房子 知道吧 好 已经对缝了 哎 松面 嗯 你先忙 好 你们慢走啊 走了 不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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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心情不好啊 没有了 那遇上什么难题了 也许我可以给你帮个上忙呢 还不都是陆总民害的呀 这话从何说起啊 你是打算还瞒我呢 自然界新一季的广告竞标 你们华盛也参与了吧 我还以为什么事 是啊 这个 我们华盛的确是在争取 而且是 志在必得 你不知道这个事是我在PG负责呀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这件事情我也希望 莉莉你能体谅 这毕竟是我们华盛广告公司的 第一大单 我总不能因为我们俩的感情 就不够放弃了 你还倒真是坦诚啊 不过我也实话跟你说吧 这个事就算做成了 对我也没啥好处 此话怎讲 水太深了 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我当然是不太清楚 不过有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所谓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既然你在PG得不到 你想要的东西 那何必还继续留在哪儿 被他卖命呢 听你这意思 你是想拉拢我 不敢不敢 我这个小妙你也看不上嘛 我只不过是为莉莉小姐 您着想而已 毕竟人工作 除了生存还为了发展 当一个地方的环境 不适合生存发展的时候 为自己留条后路 也不是件坏事吧 我明白你是为我好 但是 贴心机对我也不薄 吃了饭早晚的事 我实在是做不出来 还是谢谢你的好意啊 不客气 这也只是我的一点建议吧 我们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 我知道有一个温泉新开张的 环境特别不错 我们不如去放松一下 我们不如去放松一下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那个 这些就留给老人家吧 不用 我该留都留了 这个您拿着吧 张总 这个 我一片心意 不不不不 真的不合适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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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心意我很感动 谢谢你 好好感动 侯兴 你怎么又来了 咱们好久没一起看电影了 买了两张电影票 一起去看吧 你去看吧 我不想去 这人一点情趣都没有 回去算了 今天晚上妈没在家 童童也没在家 要不然咱俩去吃饭吧 我请你啊 真的不用 下班 我先走了 一两回看 好 谢谢张总 你怎么过来了 我给玩儿子买点吃的 穆迪呢 他还没回来呢 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发工资了 嗯 穆迪 我给你买了一些化妆品 之前我也没少气你 你挺为我费心的 我挺不好意思 拿着吧 那我收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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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上去吧 木槿总念叨你 一起吃晚饭 好 帮我摘下豆角 我给你买了 美洋 我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说啊 我那天在张苏欣公司 看见他前妻了 我知道 他前妻接他下班 感觉两个人 还挺亲密的呢 好 他自己家的事 他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又去找他了 其实我这工作是他 把我介绍的 我拿点茶叶去谢谢人家 你又找他 不是 是他找的我 不是我找的他 那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啊 我没告诉你 是因为 我觉得你挺聪明的 我想说你迟到也会迟到 艾美洋 我现在那个工作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们经理还夸我了 他就等我钱攒够了 把那个 忙到治病的钱还回点 妈的钱你不用还 他对我养育之恩 我本来就应该出的 白夏凡 你现在自己找着工作了 你一定要好好干啊 别好搞无缘的 踏踏实实的 不求你做出什么事了 但最起码 要把眼前的事做好 要努力一点 是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洗心革面了 真的 别人能干的事情 我一样也能做 相信我 你别乱来啊 哎 哎 哎 哥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哥们 我这儿都累了一天了 改天行吗 不是 就在那儿说一会儿 我等你 等你很久了 事真多 行 有什么事说 哎 哥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大房子 你要是整个租给我 大概能够给我多少钱啊 租给你一人 你可想好了 这可不是一小数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能按着月交我房租 我就烧高香了 行了吧 不是 哥 我是这么想的 你那个 你那个大房子啊 里面那么多人 你说万一 谁没续上 你这不是还不够你操心的吗 你说你 你整个租给我 虽然你少挣一点 但是你不省心省事吗 你省的时间 还能干点别的 也是 要不这么办 我给你交个底 我也不黑你 一个月 你给我八千块钱 八千啊 兄弟 没打听好行事 就想当二旁工啊 行了 听老哥的话 回去洗洗睡吧 回去晚了呀 洗澡水都没了 就这么着 别走 你别走 你不想当三个孩子 要担心我 给你打扯你 你把自己打扯你 让你打扯你 然后你把自己打扯你 一直打扯你 我把自己打扯你 你怎么够你 你把自己打扯你 我个人叫你 我们正下扯你 我把自己打扯你 一屈这的 你让我看你们 什么这就好了 你为什么 还没呀 我自己说都像两个案子 怎么了 我想见你一面方便吗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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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有什么事呢 直接问我啊 不用聊晚点 你妈什么情况 你这进步挺大呀 终于知道跟我妈了啊 她为什么回来啊 你不知道呢 跟戴维闹班了 她为什么跟戴维闹班呢 就是为了你啊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关心我妈呢 你套我话呢是不是 不认为了 我为什么要套你花啊 你要是真的关心她 自己去问她 嗯 神经病 哎 哎 梅阳 哎 你怎么过来了 孩子上课呢 真伤 我买了口龙 她不是喜欢口龙吗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种东西 梅阳 我有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你 你能借我点钱吗 多少 嗯 五万 借那么多钱干吗呀 我想做点小生意嘛 哎 做什么生意啊 你别瞎折腾了 不是 我之前想了一下 我那个工作的公司 哪儿够付我妈 那应该要费啊 那我说赚点钱 夏潘 你要费我来出 不都告诉你了吗 这你不用担心 你呢 就把这个终于工作做好 踏踏实实的 只要我和你妈 也放心一点 还有啊 生活上你费用不顾 你跟我说 我给你拿点 做生意识别想了啊 你进去看烟啊 喂 张总 你也知道 我妈这次的手术费用 是美洋出的 然后 其他后学康复和治疗 还得不少钱 我也真的不能 再像以前那样 只会装大一把狼了 怎么着 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妈 为了美洋和穆迪 我真得努力赚钱 老师跟我说了 你很努力 挺好的呀 可是你也知道我 我刚刚终结这一行 我手里其实也没什么 大客户资源 公司这点工资其实 撑死就勾养活我自己 现在看着美洋每天 为我妈付出那么多 我真的特别想做点什么 也负起我一个做儿子 应尽的职责 张总 我有个朋友他是做房东的 然后 他手里有个大房子 他先辛苦他不想做 就再找我帮他转租出去 我看了一下 他那个大房子里面 其实已经有租库了 只要我有资金 把这个房源给揽过来 我就肯定是能赚钱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请您过来 我想问问您能帮我一下吗 这件事情你跟美洋商有空 您又不是不知道 美洋他对我有成见啊 其实我想好了 终结这一篇 我肯定不能落下 然后二房东这边我一起做 我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不能再错过 任何一个机会了 你敲多少钱呢 不多 五万就够了 您放心啊 我做中介这段时间 我把这门道摸得透透的 我也肯定会注意和小心的 然后 我今天这借条 我都给您写好带了 连着上次借您的两千块钱 我家在里边了 然后等着钱回本了 我连本代息一块还给你 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地干 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愿意帮你 这事倒也不是坏事 可是我要提醒你 你一定要照你们中介公司的 规矩来办 明白吗 您放心 我这回一定踏踏实实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不用耍花招了 做成什么样大家一目了人 陈红青同学 成不成功 全看你了 是 陆总 你好 请坐 上次说的保险的事情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你要想好了直接找我买 我可以给打折 陈小姐 那个是小事 比起那些来 我其实对您更加感兴趣 对我 好 我姓陆 陆明 华盛公司的董事长 我找您其实是 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找我帮忙 我除了能卖保险给你以外 我还能帮你什么呀 陈小姐 其实我不光知道您叫陈小玲 我还知道您有个女儿叫张铜 您还有个前夫叫张鸿兴 而且你最近好像 在美国遇到了一些困难 是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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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这个方案的方向 你跟施总那边沟通过了吗 沟通 民主在沟通 他就是不听具体方案 这次玩的呢就是公开招标 现场择游开标 我觉得挺好的 那位巴皮这回的设计方案 非常完美 我认为我们是胜券贷物 那就是没什么进展了 马萨 你那边的内线怎么说啊 您放心吧 石总那边的预算呢 我们已经摸好底了 假消息也已经放出去了 对外我们爆出的 是这个数 就算对方也安排内线 爆出比我们更低的价钱 我们也好有个降价的标准 我的账 降价是下下策 投标是跳水 就算是公司中了标 对业绩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工作 做到前边 通过标书 大家对这个投标公司 要进行一次迅速的摸底 比如他们的注册资本 以及之前的成功案例等等 这样能帮我们卡掉 不少竞争对手 让他们没有机会 参与后面的这个竞价投标 还有啊 我们可以找一些友商 来帮忙围标 对了 马萨 你到时候根据情况 来把握一下 好 我跟你说 说得去准备 大家对这个方案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既然都没有意见 那这次的招标会 就定颇派的方案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严格保密 还有啊 招标会之前辛苦大家一下 把推进情况 及时地汇送给马萨 由她来报给我 大家散会 散会 草坑里的骂蜿 蹦不了几天了 她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 不过我们还是要选择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要随便批评她而已 就你 素质高 批评她那个谁 上官呢 叫着她一块儿跟她喝一会儿呗 不行 我要去接腾梦 你那前妻 这 真是无耻的 上档次了 孩子怎么接啊 素质素质啊 关明杨这个厚的 我都不愿意 师傅 你回头这龙头 帮我多安静 因为我人多 然后麻烦您速度稍微快点 我着急用 没问题 我一会儿看一下线路 立马就开工 我就加班啊 也把那活都给你干完了 好嘞 谢谢啊 你刚刚看着 会多少钱你算给我 好嘞 师傅 这三个灯的灯泡 你帮我换一个亮的 保留了这玻璃灯 照你小明天 好嘞 你放心 还有这边戴的灯也是 换一个特别亮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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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管子小心啊 放地板上 地板上没什么人呢 夏侯 您这枪是个车重枪 这放 把他放在拳那 这 这枪来支撑 你把他全拆了 容易出现危险 不是 我 我不全拆 我拿到这儿 我说呢 要全塌了就太危险了 因为我把 我把这边打完之后 我都三四平米 能放上床 不出一份的资料 行行行 您出钱 我干会儿 您说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我干会儿 您放心行吗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大哥 你这水管 那用有什么材料 哪个便宜哪个 这租的房子又不是自己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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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房租吗 租啊 丛丛 你怎么就自己跑回来了呢 今天放学早 我就坐地奥妈妈车会 那你应该打电话告诉我呀 你知道我在学校门口 足足等了你一个小时 下次再这样子 你要提前告诉我 就算我去不了 我一会儿让你妈去接你 我妈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来了呀 但我请你以后 别用得着的时候想起她 用不着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笨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呢 我怎么想你了 我想错了吗 我只知道你每天约会 别人的事情 你丝毫都不管 你在说什么呀 我所有为你做的事情 你都看不到 我看到什么了 我只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不在乎 你却管着你自己的事情 你妈生什么病 她身体怎么了 你现在知道关心我妈了 对不起 我无口分口 但我也请你以后 别照顾不了我的时候 别把所有责任 都推卸给我妈 我不会 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做 是 或许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好 但是我也很努力 也在弥补 你弥补什么了 你是弥补从小没管我 把我一个人留在国外 还是弥补 我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却把我最喜欢的 姜老师给赶走了 还是弥补 我想作为一个好爸爸 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不跟我妈妈父母 那是跟那个关美杨在一起 彤彤 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不懂 我不用懂 我只需要知道 你既然生了我 你就得为我负责 就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是和我妈复婚 复婚办不到 彤彤 大人间的事情 我现在很难一一 向你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请你理解 我是真的为你着想 我想尽量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我不用需求 我只希望你能跟妈妈 好好复婚照顾好妈妈 怎么了 不说话了是吗 你不是说要弥补 我要给我一个完整家庭 做个好爸爸吗 但是你连这些你都做不了 张鸿星 你自私 你不负责任 你别以为在那个破坏子工作 就是个好爸爸了 别以为你每天陪我回家吃个饭 去个公园就是个好爸爸了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爸爸 你不配 你不配 不配 我恨你 我恨你 你吃过这个 你吃过伤症 你吃过的话 你吃过个最后 现在要吃到最后 你吃过的 你喝吧 你喝 ROBERT 我吃不喝 你喝吧 你喝什么 你喝什么 你喝吧 你喝吧 我喝吧 这次我对不起你 现在白在你面前 就有两个村 要么用最快的速度 把地下前窗的钱 全部放轻 要么你和你的女儿 就不要回来 张悟兴 这次算我对不起你 妈 你嘀咕什么呢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妈妈怎么没听到啊 我刚刚可敲门了啊 你没听见的 妈妈刚才在想事 走神了 妈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慢点 慢点 我去给你倒杯水 妈 妈 没事 妈妈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这儿有点闷 有时候会疼 不光妈妈都习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 你要实在不舒服 就别强撑着了 真的 我上网查过你那种情况 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 真的 医生至少可以让你 减轻点痛苦的 妈妈这个病 在美国查出来都没办法 在中国更没辙了 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平 还不比过来差 我回来以后 还听说这个中医 他这效果可能更好 我要不过几天 我带你去看中医吧 宝贝儿 你的好心妈妈都知道 你要真的心疼妈妈呀 就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 让妈妈高兴一下 另外你也得抓紧 帮着爸爸妈妈快复婚 了缺妈妈一个心愿 啊 贝卡 而这个是公光大夫交道 你对他这个人怎么办 聪明 圆滑 看上去挺傻 其实他很精明 就是个十足的商人 之前啊其实已经谈得很好了 也对我们华盛表现出了 很大的兴趣 这眼看马上就要招标了 态度忽然又冷下来了 这忽冷忽热的吧 搞得我心里挺没底的 嗯 保贬看买主吧 他现在实力强了 让人想更上一个台阶 好 谢谢